这一切都是你设计出来的 认出聂云的容貌和身份 秦涛顿时明白过来 按照之前的看法 威徐海的人已经死了 此时突然冒出一个来 他再啥也明白前因后果了 没想到他们三大宗门最强的三大高手 居然被一个从未瞧得起的小子给戏耍了 弄得是团团转 聪明 变化出本来面目的聂云轻轻一笑 不过现在知道已经晚了 庆红离开之后一看众人气息伪迷 聂云就知道机会来了 分身回归 把这么一天旗给抛出来了 利用天心腾 趁机把剩下几个弟子偷袭击杀了 要换做平时啊 虽然这个天心腾已经是晋级了 但是想要击杀这几位弟子 还是有点麻烦 此时他们身受重伤 又被迷雾环绕 天心腾那是神不知鬼不觉 就将其给笼罩了 随手就把他们击杀了 杀掉石秋岭二人 让拱学装出惨糊的声音 而他们伪装的技艺则是趁机来到 邱天跟前 在这种迷雾之中伸手不见五指 换做其他人肯定难以找到 邱天确切的位置 他身为迷雾主人 可以清晰看到阵法中的任何一点 找到邱天不在画家 本来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漏洞 但是邱天已经被弟子死亡啊 吓到再加上自己身上也有伤 居然没有发现丝毫异常 来到跟前的聂云 这他居然在关键时刻疏忽了 哪能留守啊 天心腾全力围攻在家上偷袭 蒋七斩杀 并未花费太多手脚 这倒不是秋天便弱了 而是天心腾 在连续吞噬石丘岭两个弟子之后 变得更加强大 数条藤蔓蔓延 即便是全盛时期的邱仙呢 都很难对抗 你更别说现在了 我邱仙给吞了 天心腾仿佛得到大补了 力量再次增加 根需武动 已然已经超过了两千七百五十条 大道的势力 没想到 我三大宗门联盟毁于你的手里 想不到啊 可恶 真是太可恶了 狂吼一声 秦涛的青龙剪这么一动 正想对聂云动手 他感到手臂一紧 一根藤蔓从地下钻了出来 把他手臂给捆住了 这是 瞳吼一说 他正想说话呢 就看到又有数条破坡 而出钻了上来 看到全身上下全都笼罩在内 天心腾是天心腾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秦涛终于认出来了 不过现在认出来已经晚了 惨呼之声的是绵绵不绝 就没有丝毫用处 片刻功夫 变成一张干尸了 躺在地上 死的不能再死了 虽然天心腾 两千七百五十条大道的势力 跟秦涛的两千七百六十条 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藤万极多呀 再加上秦涛受伤了 根本不是对手 直接就被碾杀了 把秦涛给吞了 天心腾的力量再次增加了 全身一阵 已然达到了两千七百六十条大道 这种实力 即便是不用任何计谋 再遇到秋天几个人 完全可以碾杀了 没有丝毫问题 不愧是上古一种啊 天地间最可怕的生命之一 厉害 一看着天心腾的力量 伴随吞噬越多增加越快 聂云忍不住感慨 如果没有这株天心腾 凭借他自己的实力 想要将这些人击杀 门都没有 而现在呢 不花费太多功夫 足渐可怕 将秦涛给击杀了 手掌轻轻这么一扶 一堆东西就落入掌心 进了那户丹田了 这些宗门弟子 那都是人群当中的娇娇者呀 万中无一的天才 身上的宝物极多 虽然对他已经用处不大了 但完全可以留给天地六道的众人呐 去看看庆红怎么样了 庆红一声聂云把这倪天奇给收起来 他身体一纵笔直向庆红逃走的方向 就追了过去 之前呢 他用神偷天赋 把众人身上的玉盘全部给偷了 根本就不担心对方利用空间转移离开混乱山 没了这种底牌了 你逃得再远 你是只有落到被击杀的命运 追踪之气 踪 手指轻轻这么一动 一道细线出现了掌心 念云轻轻一笑急速就追了过去 在头庆红弥天奇之前 他就悄悄在对方身上下了追踪之气了 否则这里到处都是迷雾 如何能把秦桃求天几个人带到对方跟前了 跟随着追踪之气的方向 念云是一路向前 走了小半个时辰 他看到一处落叶深厚的草木茂密之处 他还真会藏 看到这儿了念云笑 通过追踪之气 他可以清晰感应到逃走的庆红 并未离开齐天凌 而是在前方挖了个洞 他就躲在这洞里 藏在地面之下 上面呢 还有如此厚重的落叶 换作秦桃秋天几个人肯定发现不了 但是拥有追踪之气的他 可是能探查的一倾二数 他和我一样 都能看到一千米范围内的东西 这样贸然过去 肯定会被发现 要是就此逃走 再难追赶了 确定了对方的藏身之处了 念云并未直接冲过去 而是仔细思索 他突然淡淡一笑 伪装之气运转 整个人再次变化了模样 这是刚才被仇天击杀断天涯 四个弟子当中的一个 伪装成他的模样 念云装出重伤的样子 是亮亮呛呛向前走 一边走一边吐血 全身疼痛的都抽搐了 如果我不知情 你单从外表上看 绝对觉得他伤势太重了 已经难以维持 似乎随时都会死亡 奇缘 藏在地下的庆红 虽然在调息恢复伤势 却还是小心观察四周 这个人一出现 就立刻引起他的警觉了 看清楚模样 顿时眉毛一皱 奇缘 那是他的下属 按照正常的道理 被秋天几个人给围住 应该会被肢贴里杀了 难以逃走 怎么还能来到这儿 想到这儿 他并未着急出手救下对方 而是一脸疑惑的看了过去 他现在已经是惊弓之鸟了 生怕秋天几个人发现 必须将万人山围攻我段天涯的消息传出去 不然就算死 我也不明怒 正在疑惑呢 他就听到奇缘不甘的声音响了起来 眼中带着浓烈的恨意 手外一番取出一个御牌 宗门的传讯御牌 看到这枚御牌的亲口认出来了 正是他们宗门用来传讯的东西 他手指抬起 想在御牌上记录东西 却是因为伤势太重了 根本无法书写了 不管是不是陷阱 陷阱他救下来再说 一看这个奇缘的样子 好像不像是在座位 庆红犹豫了一下决定出手 再不出手 眼前这个人必死无疑了 即便可能是秋天几个人的陷阱 他也有足够的信心了 能够逃啊 手掌轻轻这么一抓一股力量 猛的就蔓延开来 把奇缘给笼罩了 瞬间把他拽入地下 哗啦一声响 奇缘已消失 避免再次恢复如常 根本看不出来 庆红师兄 能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奇缘一看 庆红出现的面前 一脸激动 秋天没杀你 庆红的眉毛皱下来了 不是没杀我 是我逃出来了 其他师弟 被人让我逃走都死了 奇缘是一声哀嚎 可惚 听到他的话 庆红的拳头都捏紧了 脸色难看 师兄 求你马上把这个消息传递给宗主 让他老人家提前做出防备 不然的话 肯定会被万人山石丘岭设计 奇缘挣扎了一下 他连忙说了 不错 必须把今天的事 一五一十汇报给宗主 庆红眼中是寒帮一闪 取出一枚传讯雨盘 这门雨盘一看 比刚才奇缘拿的那个高级 手指一点 一连串的讯息在上面就浮现了 传递出去 这道讯息包括 秦涛偷走他的弥天机 联合秋天把端天涯的人给杀害 好了 我已经汇报给宗主了 你别动 我帮你疗伤 做完这些了 庆红算是松了一口气 如果眼前这个人是 秋天等人派来的陷阱 肯定不会任由他发出讯息 毕竟这样会引起三大中文不合 让秦涛所有的计划都落空了 现在任由他发出来 说明这是真的 呼了一下 心中这么想的还没来到奇缘跟前 突然眼前一阵的雾蒙蒙气息生出 二人同时陷入了一个大阵之中 弥天阵 他已经炼化了 弥天气了 快走 一看被阵法给宽住了 庆红一拉眼前的奇缘猛的向外冲去 哗啦一下 他才飞出地面 就看到无数藤蔓把他弄罩了 眼前的奇缘也变化了无恙 一 你是鬼须海的人 看到恢复容貌的聂云 庆红明白过来了 梅雨之间似乎要滴出鲜血来 原来是你 他也是绝顶聪明之人 之前就觉得 秦涛和秋天诡异 此时见他能够随意变化成别人的模样 那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本来狂妄不可一世的认为 龟虚海的人宛如蝼蚁 随手就能把他们捏死 现在看来 那对方眼中啊 他就如玩偶 被人戏耍而不自知 而且对方现在能够追过来 恐怕秋天秦涛几个人已经是惨遭不测了 要怪就怪你们 想要对付龟虚海 抱歉 你也愿叹息一声 无论是庆红 秋天 还是秦涛 都是万中无异的绝世天才 要不是敌对关系 真不想把他们杀了 但是现在没办法 如果要不杀 对方就有可能杀自己 还是先下手围墙 讲其击杀再说吧 天心腾 把庆红完全笼罩在内 片刻之后一句干事躺在地上 把他吞噬了 天心腾的实力再次增加了 达到了两天七百六十条大道实力 腾漫也达到了十六根之多 从涅云身后是蔓延开来 不停舞动欢心雀跃 单凭他用灵药 掉地死上钩的话 那不知多少年才能增长 现在这种实力 财任主人就迅速突破了 让他更加死心塌地 对涅云是越发依赖 出去看看 万人山石丘岭盛起的人 都在什么地方 杀掉庆红 等于把这一群人 全部给解决掉了 涅云算是松了一口气 快速向着齐天岭外飞去 万人山来混沌山十个人 即夜拱学以及秋天等 加起来一共六个人 说明还有四个人 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了 石丘岭只见到秦涛等五个人 说明还有五人在外 齐天岭的地域宽阔 越向身处迷雾越多 拥有天眼天赋 涅云并不畏惧 一路前行不到半日 就从这雾气当中走出来了 齐天岭虽然危险 收获却是颇风啊 除去从秋天几个人身上 掠夺来的宝物之外 各种珍稀药材 矿石也是数不胜数 我要重新练止迷天旗 除了齐天岭 涅云并不着急 寻找三大宗门盛起的人 而身体一晃进入了天玄天了 剩下的人不知实力如何 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先把弥天旗 重新练之一番再说 天玄殿化作一粒尘埃 融合在了尘土当中 站在大殿外面的广场上 手腕这么一翻 一个石头在掌心不停跳跃 击射出混乱之意 似乎随时都会飞出去 击杀了秋天 这乱风石已然落到他手里了 着烧 随手就解开封印了 掌心一股火焰猛的就燃烧了去 烟火 被火焰这一烧啊 乱风石顿时就没了之前的桀枸了 发出一阵哀鸣 也不理会他的哀鸣 加速烟火的灼烧速度 数十个呼吸过后 乱风石就被他融化成 一滩流淌的液体 手指轻弹 酒枚弥天旗是破空而起 随手就把乱风石融进了 液体射了过去 刻画成一种特殊的纹路 嗡嗡嗡嗡 这纹路 在弥天旗上这么一档 整个阵旗瞬间释放出 让人精神混乱的冲击力 一波波潮水一样 炼宝石天赋 聂云已经修炼到大成境界了 就算整个邪悦至尊悦 单凭炼气能胜过他的 不多 虽然是信手担来 弥天旗的威力 却是比以前大了一倍不止 不但让别人视线受阻 找不到出路 更能迷乱人的心智 已经不光是困阵了 实力稍微陷入其中 绝对会被活活给困杀呀 收 大手一张 把这酒饼阵旗收入掌心 融入到身体里 有了这张王牌配合天心疼 就算是遇到实力比自己强大 也能与之周旋了 天旗是天赋 推算 精神这么一动 眼前出现一条长阁 手指的其中轻轻一点 两片桂甲落在地上 看到上面的纹路 聂云再次摇了摇头 他的天机师天赋啊 虽然比求天更强 但是万任山石丘岭 剩下几个人实力比他还强 似乎还有特殊方法隐匿 根本你就推算不出来 我先回去吧 正想回到聂同等人身边呢 突然全身一阵晃动 一股特殊的光芒 是从天而降 嗡嗡嗡嗡 空气震动起来 一股巨大的犀利 从天而降 瞬间就把他笼罩了 回去 不还没到三天吗 感受到这股犀利了 聂云知道一定是龟虚海万任山 等诸多强者施展手段 让他们回去了 按照正常的情况 试验是三天时间 就必定是三天 现在不过两天左右 怎么就让人回来了 不过 既然龟虚海让人回去 他也不会拒绝 身体放松 不去抵抗来自空中的犀利 哗啦一声 穿梭空间了 再次出现在 龟虚海天战风场 嗖嗖嗖嗖嗖嗖 他这一出现随气 他到数个人影缓缓出现了 孽童几个人也落下来了 此时的孽童几个人 个个神色都落寞了 梅雨之间带着失落之意 而且其中有几个人 明显受了伤了狼狈不堪 不过幸好 除了已死的风针 人数并没有缺少 还是八个 发生了什么事 看到他这副模样 涅云眉毛一皱 对不起格格 涅童是一脸天意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涅云正想问个究竟 那眼前的空间 再次闪烁 几个人影突兀出现 这几个人 穿着万人山 和石丘岭的服饰 这是之前他要寻找 并没有找到的几个人 此时他们看到 涅云几个人眼中露出 洋洋得意之色 眉宇跳动 带着浓烈的兴奋 小子 算你走晕 不过到了神之遗迹 你就没这么幸运了 正在疑惑的一个声音 传在耳中 带着冷漠之意 涅云抬头一看 只见一个青年恶狠狠 看了过来 目光之中带着轻蔑和嘲弄 这是万人山的弟子 实力虽然比不上求天 却相差不大了 目光之中带着不屑 似乎在他看来 涅云只是一个幸运的人 没有被他抓住 要不然肯定啊 结果和涅童挤了一样 狼狈不堪 对不起哥哥 我 我们的玉盘 全都被他抢走了 就在涅云有些奇怪 为什么此人 有如此强大 优越感的时候啊 耳边传来涅童 满是抱歉的声音 都被抢走了 涅云这才明白怎么回事 难怪呀 一个小小的万人山的弟子 敢用如此嚣张的态度 原来如此 在对方眼中 自己正是一条漏网之鱼 要不然 逼牌肯定 也会被对方得到 正因为如此 才说出 你如此幸运的话语 发生了什么事 你走后 我按照吩咐 带着众人隐藏 不过 还没走远呢 就遇到 伤求几个人了 也就是刚才 跟你说话的那个 万人山的弟子 两千七百五十五条 大盗的实力 把我们围住了 实在没办法 最后 还是依靠混乱山 特殊的地形 才得以逃脱的 不过 每个人带的玉盘 都被他们 用特殊的手段 给弄走了 要不是逃得快 恐怕连命都没了 涅童把之前的事情 给说了一遍 两千七百五十五条 大盗 聂云像这个 叫伤求的经验 看了过去 只见他是一脸 俱傲啊 带着舍我欺谁的感觉 难怪呀 之前找不到对方 原来这家伙 去找涅童等人了 我们丢失的玉盘 这下让龟虚海 大失颜面了 涅童几个人 一个个是面容沮丧 犹如斗败的攻击一样 三大宗门气势汹汹而来 目的就是想 让龟虚海折损颜面 本来 他们以为凭借 对混乱山的熟悉 略夺不来玉盘 至少不能丢失啊 现在你看 还是太天真了 对方的实力太可怕了 远不是他们能够旷衡的 两者根本不是同一个级别 他们身为长教弟子 一个个都是万中无异的天才 以往 都是他们盛气凌人的对待别人 第一次 被同辈人弄得是如此凄惨 打起精神来 谁丢颜面还不一定呢 看看你们哪屋空间吧 都有些什么 你看他们的样子 念云哪里不知道啊 他们想些什么 微微一笑 眼中光芒一闪 一个主意 酝酿而成 叫着说了 那我空间 周人还有些疑惑呢 不过看他如此自信的容貌 全都犹豫了一下 向那我戒指里一看 呦 这一看之下 全都呆住了 玉盘 我们这里面 怎么会有玉盘呢 难道 没丢失 不是没丢失 而是聂云师兄用偷天大盗 将他得到的玉盘送给我们的 之前他们可以确定了 玉盘绝对是丢失了 而现在每个人的那五戒指里头 安静的平躺着一枚玉盘 闪烁出光辉来 众人就是再傻 他也明白怎么回事了 全都满脸筐起 虽然不知道聂云从哪里 弄了的这些玉盘 又用了什么样的手段 但是有了这些东西 归虚海就等于没输 其他宗门想找麻烦 那都找不到 四大宗门弟子 进入混乱山的时候啊 所给的玉盘都一样 没有任何区分 这些玉盘 和他们丢失的那些是相同的 即便是鼓庸几个人 也看不出什么破绽来 还是聂云师兄厉害 想明白怎么回事了 所有人心中 同时冒出一个想法 对看向聂云的目光 充满了感激和佩服 师兄 那些家伙怎么没有丝毫沮丧 凡尔一个个喜笑颜开的 万人山石修陵几个弟子 站在一块呢 看向聂云几个人 没有露出沮丧之色 凡尔 还带着笑意 一个个忍不住 好奇 哼 假装高兴罢了 过一会儿有他们哭的时候 伤球哼了一声 不再去看对方 而是四处打探 眼睛比之像眼前怒气 生疼的通道看过去 这个通道正是啊 将他们从混沌山 接引过来的力量 集合了四大宗门强者的手段 哎 秋天几个人 怎么还没回来 一看雾气越来越淡了 贯穿混沌山的力量 似乎随时都会消散 伤球眉毛一挑 眼中啊 带着疑惑之意 秋天几个人 实力比他还强呢 按了道理 接收到这股尖野力量 应该马上过来 怎么到现在 还没看到人影呢 不会是陷入某处 困境无法出来了吧 但是 如果秋天一个不出来 倒也罢了 石秋岭的秦涛 甚至是 断天崖的人 一个都没出来 让他忍不住 感到有些心慌 对啊 秋天师兄 怎么还没出来 他的话 立刻引起了 其他人的注意 放心吧 秋天师兄 实力高决 绝对没有问题 可能 是被什么事情耽误了 不能马上回来 是啊 咱们和师兄离开的时候 师兄不是说 要去乱风骨了吗 估计在那里 接收不到这种 接引力量吧 哎呀 肯定没事的 一些人对秋天几个人 带着农业的信心 不光秋天没出现 石秋岭的秦涛也没出来 不会他们出什么事了 段天崖一个人都没出来 我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 难道他们在混乱山 发现了什么 一同去探秘了 出现变故了 伴随着师间的推移 之前带着信心的这些人 此时也出现心悸了 呼的一下 估计光芒彻底消失了 秋天几个人到最后也没出现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光芒消失了万人 山石秋岭 一共才回来九个人 伤求几个人再啥 也知道肯定是出问题了 轰隆隆一声响 就在他们疑惑的时候 一阵轰鸣响起 四大宗主出现在众人面前 此时的四个人 江豪 石阳 英天昭 几个人 再无之前得意洋洋 而是眉头紧索 反倒是古庸眼中露出迷惑之意啊 脸色古怪的看向聂云几个人 宗主 我等幸不辱命 归须海诗人 我已得到八美 还请过目 一看宗主出现了 伤求再也顾不上研究 秋天几个人 为何还没回来呢 淡淡一笑手掌一点 这八美雨盘就凌空飞起来 散发出璀璨的光芒 在宗门他们一直被秋天给压制的 此时立下如此大功 宗主肯定会给予奖赏 大大表扬啊 就在他以为宗主知道这个消息肯定是喜笑颜开的时候 却见他的脸色更加阴沉 目光带着怒哭 秋天啊 他们人都去了哪里 秋天师兄在哪儿 我不知道啊 商球愣了一下 他连忙问了 不知道 是真不知道 还是故意装糊涂 天好 你今天不给我弄清楚 我断天涯的人 肯定要问个清楚 迎天涯冷笑一声声音宛如惊雷 那商球耳边不停轰鸣 似乎只要力量大一点 就能震得吐出鲜血来 重伤不治 鬼命宗主 此人撒谎 我归西海中人 并未遇到万人山的人 只有风针独自行动未归 这是我们九个人的御盘 请宗主过目 一看断天涯的人和万人山的矛盾 似乎随时都会计划 念云知道自己之前 让庆红传递消息过来 肯定起到作用 当即向前一步 是大声说了 他的话音刚落 捏统几个人立刻手掌伸出来 加上他的九枚雨盘 在空中悬浮 那是耀耀生辉 什么 这 这不可能 你们的雨盘 都被我得到了 你们哪来的雨盘 见到念云几个人的动作 伤球吓了一跳 他连忙看向自己举起来的雨盘 确定都是真的 忍不住马是奇怪 他们身上的雨盘 不是被自己弄走了吗 怎么还有呢 这不可能 哦 对了 我明白了 哼 我让你们原形地露 回禀宗主 他们的雨盘肯定是假的 他们用假雨盘祸到 装神弄鬼 请四位宗主兵剑 想了一下 商球明白过来了 眼中闪过一道很辣的光芒 连忙大声吼着 住口 江豪是一声冷嗑 宗主 他们归虚海的雨盘 一共十枚 我已经得到了八枚 他们不可能多出新的雨盘来 肯定是假的 恳求宗主审查 不知道宗主为什么生气 商球我连忙解释 哼 不错 龟虚海十人 你已得到八枚 我看这八枚 不是从龟虚海得到的 而是从我段天涯得到的吧 江豪还没说话呢 一个冷笑声响了起来 英天招 语气不阴不阳 眼中带着浓浓的杀气呀 什么 从段天涯得到的 什么意思 商球根本就搞不清楚 英天招为何这么说 他一脸迷惑呀 哼 少在这里装模作样 不过正在迷惑的脸上 其他没干呐 商球是连忙说了 不过他的话还没说完呢 一个脚掌 又横着踢了过来 正中胸口啊 商球这胸口这么一致 是倒飞出去 全身像是被电击了一样 不停不探斗 没干 你看看这是什么 自己睁开眼睛看看他 一脚就把他踹飞了 江豪一甩手 一个玉盘飞了过去 落在了商球跟前 不愧是一宗宗主啊 好聪明 龟雪海 其他人一看江豪的动作 一个个目瞪口呆 都有些发晕了 聂云却是不由自主 点了点头 他暗叹这个江豪 真是好手段 这么做 虽然有些啊 自坠门庭的感觉 却是给段天涯 表现出一种服软的态度 这就好像孩子闯了祸 被告到家长那里一样 家长根本不问理由 也不问对错 先把孩子揍上一顿 即便对方本来理由满满 也不好意思 惩罚了不是吗 段天涯万日山 这样的大宗门交易之前 就练猛了 其中必然牵扯巨大的利益 剪不断理还乱 不可能 因为死了几个弟子 就直接战斗 现在江豪 只是直接做出这种态度来了 当于已经服软了 就算应天招 想说什么 他也说不出来了 这样做 虽然有些丢失骗子 却能保住弟子 维系中盟合作利益 绝对是目前最好的解决方式 如果直接不承认 或许也能起到相同的效果 恐怕反倒含了段天涯的心来 合作必然没有以前那么顺畅 不愧是一宗之主 活了不知多少年的老怪物 思虑周全是考虑深远 明白这些 念云看向古庸 果然一看他脸色难看 眉头是越皱越紧 之前的事情虽然他不知道起因 却也知道三大宗门闹出矛盾来了 对龟雪海利益最大 而现在的情况 明显的要被江豪给压制下去 啊 秋天和秦涛 连克对庆红动手 这个我真不知道 我到了混乱山 就和秋天分开了 不知道他会做出如此丧心病狂的事啊 在玉盘上一看 商求眉毛不停跳动啊 哦 这才明白为何宗主发怒了 他连忙解释了 这个玉盘正是段天崖特有的传讯符 里面有庆红留下的传讯 上面写着 他被求天侵涛几个人打伤了 随时都会被抓住彻底死亡 已经做好了死亡的准备了 希望宗主为自己报仇之类的话语 哼 到底怎么样 会由英天赵宗主自己裁决 这件事情你跟他解释吧 大手这么一抓 伤球就被一股力量包裹了 整个人 像是被换在一起的重子 全身力量施展不出来了 被随手扔到了英天赵的跟前 哼 一看江豪的举动 英天赵的怒火降低了不少 他低头看向眼前的伤球 眉毛竖起来 他目光之中射出一道特殊的光芒 被这道光芒给照射 伤球的眼神立刻就迷离起来 看来我还是小看了四大宗主的手段呢 聂云心中一灵 他之前的手段虽然是不错 却没想到四大宗主啊 并不是轻易就被胡弄之人 想要让七次相残杀 出现奸行 不太容易 就好像现在的英天赵 应该就施展的一种迷幻的手段 让这个伤球能够说实话 一旦伤球要是被对方给迷幻了 说出实话来 对秋天的事情并不知情 之前的挑拨 那就没了任何意义了 反倒会因为自己几个人 突然拿出雨盘来 而引起别人的疑惑 当然 就算是引起疑惑对方 也不可能明目张胆的表现出来 毕竟 三宗只是暗地里头联手 并没有拿到明面上来 万一真要把龟须海给逼急了 欲失去分 也够他们喝一壶的 果然 片刻之后 应天赵仿佛知道了什么 脸色难看的一甩手 看上聂云几个人 露出了浓浓的疑惑 不过这一丝疑惑 立刻就被他压制在心里 并未表现出来 他看了将好几个人一眼 似乎也是在交流了什么 古庸总主 刚才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有些失礼还望海寒 刚才我的弟子商求说了 这些玉盘是假的 你我都能看出来是真的 所以这之间肯定有某些误会 可否让我问一下 你这位弟子几句话呀 交流了一会儿 江豪的眼睛比直向聂云就射了过来 他笑着看向古庸 问话 我看就不用了吧 我这几位弟子没见过什么大世面 我怕 再受了惊吓 古庸可不傻 他早就看出来些什么了 见他要问话 他哪能同意呀 万一对方表面上是问话 实际上却是动用了灵魂优势 对聂云进行压迫 谁知道会弄出什么事来 再说了 就算不这么做 悄悄在他身上留下手段 让这位天才就此陨落 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身体一晃他挡在了聂云等人面前 古庸的态度坚决 古庸宗主太过小心了 我只是问话 毕竟求天秦涛庆红等人 死得不明不白 如果不查清楚 实在不好交代 将好的眉毛一挑 他冷横一声 身为宗门的宗主 对自己门内弟子 是否死亡知道得很清楚 交不交代 是你们三宗的事情 和我龟庸海何干呢 古庸宗主一白首 如果你没死一个弟子 我就要交代 我们龟庸海 岂不是天天要忙死了 你 听到古庸宗主的话 将好眼睛一寒 他刚才的确是存着心思 想要借助问话 探查一下 龟序海几个弟子 做梦都没想到 古庸不但会拒绝 还说出这么果决的话来 怎么 我说的不对 混顿山在进入之前 我就说过非常危险 死生有命 既然求天几个人死了 你是自己不小心 和我弟子有何感情 就算我这些弟子想杀他们 恐怕也没这个实力吧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如果我没看错 之前的求天几个人 甚至拥有两千七百六十条 大盗的实力 这种实力 你难道认为我这些弟子 能将其击杀吗 古庸冷横一生 他也是一代宗主啊 哪能任由对方为所欲为 双手舞动 一股特殊的力量 就问涅云几个人包围在内 谁想对付他们 好 那就等于和他对抗 听到古庸的话 看着他的举动 将好几个人知道 今天这事 只能是捏着脖子咽下去了 脸色难看 的确 按照正常的情况 求天几个人实力高绝 绝不可能被龟雪海这些人 给杀死 到底是出了什么事 恐怕短时间之内 没有办法查清楚 这次来这里 主要的目的是开启神之遗迹 既然如此 咱们就开始吧 江侯也是拿得起放不下的人 他知道我 解决不了 也就不再多说了 他冷坑一声 开启神之遗迹那是必然 不过在此之前 不是说好了名额吗 我们龟雪海 现在一个都不缺 而你们三大宗门 缺少了这么多 该怎么办呢 古庸也不是任人宰割之人 他冷笑一声 你想怎么办 很简单 虽然你们的玉盘 不知道去了哪里 但是全部加起来 毕竟少了十三块 这十三块呀 是秋天秦涛庆红 几个人一共是二十一块玉盘 商球抢走了 聂童等人八块 这也就是两千六百名额 这些名额 我龟雪海要一半 应该没问题吧 古庸说了 要一半 好大的胃口 之前就说好了 有玉盘才能获得名额 我们的玉盘虽然掉落 并未给 龟雪海获得 凭什么要名额 我看这件事就此作罢 谁也不要再提了 将好冷横一声 宗主 弟子有一事要说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周人低头一看 说话的正是聂云 但说无妨 古庸态度何去 这样的 我这里有很多预判 不知道能不能攻陷出去 聂云手掌一招 十三块玉盘 猛的就飞得出来 如同耀眼的星辰 这些玉盘怎么会在他手里 看来 秋天的事情和这家伙 有不可推卸的关系 一看玉盘 从聂云手中飞出来了 将好几个人对望一眼 各自露出冷丽之夜 秋天几个人死了 玉盘按照道理 应该散落混沦山 而在他手中出现 很多事情不言而言 这 看到突然出现的玉盘 相对于别人的冷漠 古庸则吓了一跳 这些玉盘 是冯真师兄 交给我保管的 至于他如何得到的 我也不太清楚 而师兄他 说到这儿 聂云是一脸爱伤 把玉盘拿出来了 是他早就想好的 四大宗门如此争夺名额 拿出玉盘来 一来能让其他三宗持别 二来 把这件事情推到冯真身上 能免去不少麻烦 反正现在对方 已经开始怀疑自己了 与其让他们找麻烦 不如把主动权 弄到自己手里 狮子多了不怕痒 只要这几位宗主不出手 其他弟子 还真就不在乎 现在把事情推到 死人冯真身上 就算其他宗主 想找麻烦 没有借口啊 毕竟 他们都是谐悦至尊于 有头有脸的人物 不可能不顾身份 随意出手 冯真 看来他是 在与别人火拼的时候 简陋得到的玉盘 身为归虚海的宗主 冯真什么时候死亡 他知道的非常清楚 听到聂云的话 已经明白他的意思了 装模作样的 感叹了一声 哼 听到他的话和动作 其他宗主啊 也都明白怎么回事了 一个个脸色难看 想要发作吧 没有理由 无可奈何 这会儿就如同吃了响一样难受啊 他们刚说完没有玉盘呢 别想名额的话 对方就拿出这么多玉盘 等于赤裸裸打脸 打得啪啪奖啊 好 很好 我告诉你 进去的人多有时候 也未必是好事 闹不好损失更大 江豪也是拿得起放得下的 脸色猙獰的吼了一句 不再多说了 石阳 英天照几个人 虽然是面容难看 也知道今天这事 如果继续再闹下去 他们只会更丢人 当即不再多说了 各自把名额让了出来 既然名额确定了 现在咱们就出发吧 想必其他宗门 以及那些散修 早就到地方了 把各自名额分配好了 江豪一甩手说了 好 走吧 古庸知道继续耽误下去啊 只会是时间越来越多 当即点了点头 大手一招 一个巨大的舰船 出现在众人面前 和之前三大宗门的舰船 类似 威猛巨大 带着上古就流传下来的气息 是苍茫国谱啊 之前定下名额的弟子 全都上船吧 一声凉凉的大喊 天战丰盛的是无数人影 比直向舰船上飞蛆啊 念缘几个人 在混乱山的两天多时间里 无庸 将去神之遗迹的诸多弟子 选拔完毕了 此时听到命令 一个个飞了起来 蝗虫一样 那是遮天蔽日 你跟我来 念缘正想跟在众人身后 进入舰船呢 耳边响起古英的声音 听到这话 只想古英正是站在船头 双手背在身后 带着一股霸绝天下的气度 身体一动 来到了他的跟前 就落了下来 古英随手就布置出一个 隔音的禁制 说说吧 混乱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知道之前的事情 肯定和眼前这位少年 那是有关系的 眼中带着浓浓的赞扬的味道 没有半点责怪之意 是这么这么这么的 念云就把混沌山上 发生的事情详细说了一遍 只是他没说出天心疼的事 虽然他知道这位宗主 人还不错 但是天心疼实在太特殊了 一旦要说出来 难保对方不会动心 一切还得小心为好 原来如此 听完他的解释了 古庸眉毛 缩紧了 虽然这件事情 将好几个人知道的不清楚 但这肯定已经开始怀疑了 他们碍于身份 不可能以大欺小对你出手 但是一旦要记住神志遗迹 必然会交代门内弟子对付 要不然 这次神志遗迹 你还是不要参加了 继续待在龟絮海修炼吧 我相信以你的潜力 即便不用去神志遗迹 也会在百万年之内发生巨大蜕变 拥有独霸一方的实力 留在龟絮海 算了 我还是去神志遗迹吧 念元一听摇摇头 虽然不知道这个神志遗迹 是什么地方 但是肯定对修炼者帮助非常大 他现在急需提升实力 有这种好机会 怎么能错过 我就知道劝不住你 不过年轻人 就应该有这种毫无畏惧的气势 如果你执意要进入神志遗迹 这个东西你拿上吧 危险的时候 将其捏碎 至少能保住性命 古庸似乎早就知道 他会这样选择 并不生气 方眼笑起来 手腕一翻 一枚雨盘出现的掌心 主宰福音 这东西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啊 见他拿出东西来了 聂云联盟摆手 对方居然拿出的是主宰福音 这东西只有主宰强者才能连制 每一枚那都珍贵无比 即便是龟虚海这样的宗门 恐怕都不会有太多的存货 直接拿出一枚来 有些贵重了 如果不是你啊 今天我龟虚海势必收入 这是你应得的 再说了 主宰福音虽然稀少 我龟虚海传承多年 还有一定存额的 拿着吧 真要是遇到危险 也可以用这个东西 救下其他弟子 古庸把那主宰福音递过来了 用不用质疑的口吻说的 言语当中带着自豪啊 和豪爽 好 多谢宗主 知道继续矫情下去啊 只会惹得双方不愉快 念云笑了一声 接下了玉盘 我当上龟虚海的宗主 不下一万年的时间 见过的天才不计其数 本以为 你只是百万年难得一见的天才 现在看来 还是低估了你 即便是龟虚海传承这么多年 都不多见他 一看念云把主宰福音拿在手里 没有得到保护的兴奋 也没有太多的 娇柔造作 古庸是不由赞叹一声 只要是换做其他人 接过这么贵重的东西 定然是激动兴起 对方没有丝毫情绪波动 硬力之强 即便是他都感到难以相信 当然 如果给他知道眼前的少年之所以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 那是因为手里有更多的主宰福音 恐怕就不会这么想 这柄寒阳剑 使我利用手段炼化了九九八十一枚星辰炼制而成 还将一个混沌世界融入其中了 尽管还是巅峰混沌神兵 威力却是不容小觑 一并送给你 希望你能将之发扬光大 古庸手掌这么一动 一柄寒气壁人的长剑出现的掌心 带着破空之声 烈烈作响 虽然没有使用 周围的空间呢 就扭曲起来了 这宗主 将宝剑送我 你怎么办 念月眉毛一挑 虽然没把这柄剑炼化 但是他也看出来了 这柄剑的级别 就算比起知秋剑丝毫不弱 如此兵器对方拱手相送 恩情实在太大了 我放心吧 就算我不用剑 邪悦至尊欲能够伤到我的 也没有多少了 古庸宗主长笑一声 带着傲兰的气息 那我就收下了 见他的气度如同破开仓穷的利刃 聂云不由大为心者 眼前这位宗主 看来并非是老古板 老古董 更不是怯懦之杯 豪气冲销是气势不凡 这还差不多 这他结果常见了 古庸宗主满意点了点头 手掌一招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个人 和你一样的天才 他才是我弟子中最强的一个 方针与之相比 根本算不上什么 他叫古霄 古庸宗笑着向前一指 聂云索维吉 就看到一个人 从船舱身处 横空就飞了过来 这个人 看容貌 三十岁左右 双目是乌黑有神 潭水一般 幽深 和风筝 飞扬跋扈可不一样 带着沉着 稳重之意 在下古霄 入门时间比较早 就喊你一声聂云实力 来到跟前 古霄笑着说了 古霄师兄 聂云当然也要行礼啊 师父经常提起你 说你是一个志勇双全之人 一代人节 进入神职遗迹之后 咱们师兄弟 还需要相互照顾 古霄态度诚恳 没有丝毫做作的味道 聊了一会儿 聂云知道啊 他是一个千千君子 之所以没有冯真这么出名 正因为 这种不与人争的性格 而实际上 他的实力 已然和秋天几个人相差无几 两千七百六十条大道左右 还要 倚仗师兄多多照顾 对于这种人聂云呢 也保持谦虚 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 很好 既然你们二人相处不错 古霄啊 带聂云和其他人都认识一下吧 见二人相处不错 古庸哈哈一笑 是 古霄点了点头 当先一步向着船舱走去 这艘静跃古船 是师父花费大手段炼制的 其中融合了一个世界 咱们过去吧 古霄一边走一边给他介绍 聂云就跟在后面 只觉得眼前一晃 随即就看到了整个天地变化 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之中 这个世界 比起 邪悦至尊欲显得微不足道 但是和天地六道要比 可是大上一圈 拥有独立的法则 看来也是一个混沌 所生的世界 被古佣抓住 炼制成 穿仓里了 无数弟子 在这个世界里 安静坐着修炼 并没有人喧哗 数量极多 宛如商车是密密麻麻 一眼看不到尽头 也只有这种炼化的世界 才能一口气 把这一个宗门的裁军 全部装在一起 聂云心中感叹一声 类似这个静越古船 级别的古船 它也有一个 只是里面没有融合小世界 装上十几个人 不太拥挤 上百个人 那就真的转不开身了 想要装进去上万 绝无可能 而这种炼化了 一个小世界的古船 别说一万多点 就算是上亿数十亿的人进来 那也绰绰有余啊 丝毫不显的拥挤 大人物都喜欢炼化小世界啊 看了一眼 聂云呢 问向眼前的古销 这个静越古船里面 融合小世界 武庸刚才给的寒阳剑中 也蕴含小世界 难道这些大人物 喜欢把小世界炼化 据为己有 混沌所生的小世界 拥有独特的法则和空间力量 炼化 荣辱兵器 能让兵器威力大增 很多大人物的确喜欢 畅流混沌寻找 只不过这些小世界 数量伴随不停的毁灭 也是越来越少了 古销说了一句 不小世界炼化 那里面的生灵呢 聂云眉毛皱起来了 在他看来任何生命 都有着活着的自由和勇气啊 你这样随意就炼化 一个小世界 其中蕴含的生灵怎么办呢 那些都是低等的生命 死就死了 没什么 古销摇了摇头 当然 也有些人实力不弱 会被带住邪悦至尊欲 自生自灭 不过 因为无法适应这里的空间法则 大部分都死了 很少有人能够活下来 啊 原来如此 聂云叹息一声 修炼世界充满了赤裸裸的杀戮 弱 就会被杀 这是无法扭转的事实 没有任何办法 即便是他 也无法改变 威虚海在邪悦至尊欲 虽然是名门正派 但是为了立派 不知多少人为之死亡 这些修炼者对于生命 基本都是冷淡的 这也难怪 念云活的时间还短呢 如果要活上亿万年 生命都感到乏味了 其他人的生命对他来说 也就不算什么了 正因为想到这一点 他虽然叹息 却没有觉得古佣等人 炼化小世界 有何不妥 来 我给你介绍几个人 这些人虽然没有进入之前的混乱山 实力却都不比逢真弱 每一个都独当一面 只是不喜欢 争抢好胜罢了 这次宗主让我们一起去神之遗迹 就是希望咱们一起同行 共同进退 古佣不知道他心中的想法 笑得像几个人就飞着过去 这几个人坐在船舱小世界中的一座山峰上 安静 淡然 身上没有丝毫灵力的气息散发 寂静的如同一张画 西元师弟 静安师弟 刘瞻师弟 都过来 我给你们介绍一位师弟 这位师弟 可是一位英雄 看到几个人 古霄哈哈笑了 落在风上 英雄 英雄没有那么好当的 来 让我看看 到底什么人 能值得 古师兄 如此的参赞 古霄的声音还没结束呢 一个淡淡的声音响了起来 一个青年站起身来 双眼放光 是眉毛如剑 这位聂云师弟 可是领悟古混对于 威须海承认的人物 混沌山 那也是大方光彩 实力不在我之下 其元 修德无礼 听到这话了 其元冷哼一声 实力不在师兄之下 师兄可是得到 玄圣传承的 一身修为 已经打破天道智库 旷觉古今 他怎么可能与你相比 这未免有些夸大了吧 叫做七元的青年 有些不相信 这样了 口说无凭 不如我们两个比试一下 让我看看你到底有什么样的实力 说完七元眼中释放出炽热的战斗欲望 比试 我不是七元师兄的对手 我主动认输了 聂云摇头说了 从对方的举止 他能看出来 这个七元呢 并非是针对他 而是极其好战 实力在2750条 大到左右 对付这种强者 不动用天心疼的话 肯定不是对手 而在这里 他又不想动用这最后的底牌 认输 这 怎么也要打一下呀 接到直接认输了 七元愣了 明知道不是对手 还要动手 这不是自取其辱吗 我可没有受辱的习惯 你也原笑着说了 嘿嘿嘿 不错 你这小子懂得取舍 不像风筝那小子 就在那装窜 我喜欢 以后 你就跟着我七元好了 弟子中谁敢欺负你 告诉我一声 我帮你摆平 见他的态度啊 七元知道肯定是打不成了 满意的点了点头 多谢七元师兄 见这家伙爽朗 帅致 血性十足 聂云也不拒绝 眼头答应了 七元就是这个脾气 你别介意 这位是静安师弟 幼年得到奇遇 肉身强悍无比 堪比荒谷巨瘦 这位是刘瞻师弟 这二人北来啊 这是剑弩八张的局面 一句话 认输了 烟消云散 古霄笑了起来 给聂云挨个介绍 这一行人大概啊 有十来个人 聂云仔细看了一下 发现这些人居然各个实力浑厚 每一个都有两千七百条大道以上的实力 别起进入混乱山 三宗众人 丝毫不差 势敌已弱 古庸宗主 厉害啊 看清楚这些人的实力 聂云不由感叹一声 如果我直接把这些人派过去 就算自己不去 对抗求天底的人 也是宜然不去 但是古庸宗主并没有这么做 而是让他们过去 看来 他也是 存了心思 混乱山争夺名额 那只是小打小闹 名额就算丢了也无所谓 那不能给其他三宗摸清底细 势敌已弱 以后有什么事情 才有回旋的余地 不愧是掌控了龟血海部 之多少年的风云人物 恐怕 早就看出其他三宗的野心来 这才做出了对应的手段 对了 古霄师兄 刚才七元师兄说 你得到过 玄圣传承 这个玄圣 是什么级别的强者 古霄全部介绍完了 叶云想起刚才七元的话 忍不住问了 玄圣是宗主级别的强者 实力 只在主宰之下 古霄说了 我也是运气好 才得到传承的 宗主级别 这不是前血大陆的正统修炼级别 而是我们私下的称呼 是指啊 领悟2900条大道以上的强者 一看聂云有些疑惑 古霄啊 接着又给他解释了 聂云一听点了点头 主宰强者不出事 领悟2900条大道的强者 那就算是顶尖强者了 得到这种人的传承 难怪这位古霄能有如此实力啊 神之一计 传承无数 老物数不胜数 只要运气不是太差 都能有所收获 聂云师弟 复原深厚 这次或许啊 能获得某位大能的传承呢 亦非冲天呢 古霄以为他是心生羡慕 安慰了一句 就成师兄吉言了 聂云也不解释 抱拳说了一句 他接着问了 神之一计到底是什么 我来宗门晚 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可否劳烦师兄细说一下 哎呀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只知道是邪悦至尊 年轻一辈的试炼场所 美人 只有一次进入的机会 听说 只要能在里面活着出来 实力都会大进 潜力也会增加 而且据说里面 拥有无数高明的传承 只要运气好的话 获得一个 绝对是前途无量 古霄又说了 聂云也不再多问了 神之试炼恐怕已经牵扯到 邪悦至尊 最顶尖的秘密了 他不知道算是正常 虽然神之试炼好处无穷 但也是危机重重 恐怕是邪悦至尊 最残酷的试炼之一 百人倒试炼 还能存活三个 但是这个试炼 一万人都未必能活三个 真正的是万里挑一呀 一看念云不说话 七元面带警惕之色 所以 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 进入其中 生死就不由自己了 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不要因为想到传承 就得意忘形 那样只会死得更快 死人就算得到传承 也没用它 多谢师兄提醒 念云面色凝重的点了点头 其原说的对呀 无论你实力在强 手段再多 地位再高 获得再多传承 一旦要死了 同样什么都没了 所以进入遗迹之后 不是想着获得多少传承 得到多少宝贝 而是如何保住自己的信念 神之一记在遥远的星空之域 就算是宗主的静越古传 速度快 没有十多天 也无法到达 趁这段时间呢 我看咱们还是好好修炼吧 虽然这么短的时间 收获是微乎其微 但是多一份实力 就多一份保命的手段 不能大意 古霄又说了一句 星空之域 星空之域啊 是和我们微虚海类似的地方 悬浮在 邪月至尊域上方 到处都是星辰 只不过那里的星辰 都是破碎的 平时 是封印住的 每过百万年 封印会变得松动 这个时候 四大宗主 利用掌教福印 联手可以撕开一条裂锋 允许人进入 当然 这个裂锋存在的时间并不久 只有三个月左右 也就是说 神之一计的人 无论你有多大本力 在其中也只能待三个月 时间太久 裂锋关闭 就只有百万年以后才能出来了 只不过 百万年过去 能从里面出来的 几乎没有 为什么 联云奇怪 实力达到他们这种境界了 活个一万年 那不是问题 百万年应该没什么吧 这已经不算什么秘密了 听说神之一计中 到处都是衰败的气息 没有灵气 元气 进入其中 只能消耗四神修为 或许 依靠单药灵药 维持体能 维持三个月 就很可怕了 百万年 怎么可能受得了 没有灵气 元气 聂云明白过来了 他们这种修为 一万年不吃饭 也不会死 并不是他们不饿 而是可以依靠吸收灵气 补充消耗的能量 保持力量不灭 那个地方 没有灵气 元气 无法吸收啊 只能散意 再强的人 他也经不住 消耗啊 就算是有些人 带了灵药之类的东西 恐怕 也坚持不了 百万年 更何况 那里呀 还到处都是危险 这种无法吸收 灵气 元气的地方 聂云 也经历过 当初在 通往灵界的 金币中 就是这种情况 不过那个时候啊 他的元气 十天赋 能够吸收 微弱的能量波及 就是不知道 这个神之遗迹 元气丹天 能不能用 要是能用的话 那就不用担心了 聂云又问了一些 关于星空之遇 神之遗迹的事 见对方知道了 也并不是特别多了 也就不再多问了 没了讨论了聂云 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修炼 而随手布置了一个进制 手腕一翻 一株药材 出现了掌心 正是天心疼用来吸引别人的金灵草 天心疼成为他的妖宠了 这东西呀 就用不到了 刚好可以炼制成丹药 在进入神之遗迹之前 再次提升灵魂和肉身的品质 掌心的烟火灼烧 聂云把这一株株药材扔入其中 别人炼药啊 还需要药顶之类的 他炼丹天赋 已经达到大成级别 这些都不需要了 这些药材都是从混乱山里头得到的 搭配起来 能让金灵草更好的发挥药力 时间不大 一为金色的丹药啊 就被他炼制成功了 一翻手 就把他扶了下去 全身一阵响动 整个人的灵魂和肉身 在丹药的滋润之下呢 是飞快增长 他本身就是混沌圣体 距离不灭圣体 也只有半步之遥 此时肉身在丹药的滋润之下 不停的晋升 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灵魂也是更加饱满充实 更加精纯了 呼滴一下 这药力彻底被他炼化了 哎呀 可惜啊 还是没有达到不灭圣体 站起身来 你也云摇了摇头 服用了金灵草炼制而成的丹药 本以为能直接冲击不灭圣体 可惜还是没成功 不过虽然没有成功啊 肉身和灵魂都有了明显的进步 尽管对实力增长并不大 却让他体内力量运转起来 更加如意了 反应更快 天地六道的分身 只要融入身体 就能再次增加 显不管了 一气化三经形成的分身 和本尊呢 拥有了相同的实力 但像这种一个分身服用丹药 另外一个不服用 肯定是不能增长 不过也没事 只要这个分身回到跟前 融入本尊 再次分化出来 又会拥有相同的实力 轰隆隆一声响 刚站起身来 就感到所在的空间晃动了一下 随即 宗主古庸的声音传递过来了 人之一记到了 大家出来吧 呼呼呼 随即聂云就看到 无数人影的是长身而起 笔直向外飞去 走吧 一看古霄几个人 也站起身来了 聂云紧张的身后 片刻功夫也来到了古船的外面 站在古船的甲板之上 抬头向前这么一看 一看之下 聂云立刻被眼前的场景给震撼了 眼前果然和古霄所说的一样 是一片类似龟雪海一样的星空 只不过到处都是衰败的气息 破碎星球形成的岩石是四处飘飞 没有丝毫温热 反而透露出阴冷的味道 不但如此 空间也呈现混乱状态 到处都是时空洪流 这就是星空之欲 这也太残破了吧 是啊 这就是星空之欲 据说是上古大门 用大力量给破坏的 这个区域比起龟雪海都大 仰这么大一片星空给破坏了 该有多强啊 谁知道呢 这地方早就有了 谁也说不出来历史 到底怎么回事 没人知道 咱们安心来参加试炼就行了 没有必要想这么多 无数弟子也被眼前的景象给震惊了 一个个是议论纷纷 天眼运转 聂云向前方看了过去 果然看到 这胡乱的星域深处 一个巨大的封印 横跟失控 把一大片区域都封锁在内 好强的封印啊 这个封印带着混沌特殊的气息 用的手段极其奥秘 即便是他的天眼天赋 都什么看不出来 只知道根本就无法破坏 封印的周围 空间扭曲起来 到处都是破碎的乱流 别说他呀 就算是两千八百条大盗强者 要陷入其中 恐怕无法脱身 会被直接给困死 按照古霄所说 此时的封印 还是薄弱的 薄弱都这么厉害 强盛的时候 那不是更加厉害 轰隆隆隆隆隆隆 就在聂云观察 眼前封印的时候 又是一阵轰鸣响起 数十条巨大的舰船 破开时空飞了过来 每个舰船上 都有无数人影 带着欢欣雀跃之意 协越至尊欲 除了四大宗门 还有无数小宗门 家族以及一些散修 这些人也有进入 神之遗迹的名额 虽然数目少 但是配合强大的基数 加起来 比四大宗门 联合起来都多呀 看到这些古船了 古修给聂云解释 聂云看过去 这件舰船之上 那是无数人影啊 每一个都有极强的修为 虽然比不上古销几个人 但是数量实在太可怕了 人山人海呀 如果联合在一起 即便是宗主级别强者 都难以抵抗 空隆隆一声响 又在这里等了一会儿 又有数十艘舰船飞来 人堆积的是越来越多了 哥哥 你在这里 记住神之遗迹 我就不和你一起了 我想单独行动 就在聂云感慨的时候 突然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 转头一看 哦 聂同走了过来 不和我一起 神之遗迹非常危险 还是在一起吧 江湖好有个照应 没想到聂同 做出这种决定来了 聂云眉毛一皱 他连忙说了 神之遗迹按照古销所说 太危险了 聂同实力虽然不弱 但和三大宗门其他高手要比 差了不少 单独行动 让人不放心 不用担心我 我没事的 聂同摇了摇头 既然你坚持 我给你几枚主宰福音 真要是遇到危险 也好使用 直到这个弟弟 做出决定 很难更改 聂云也不再劝阻 手指轻轻这么一弹 几枚福音 瞬间就进入了他的体内 多谢哥哥 聂同点了点头 聂云也没有多说 如果是换作分身 回天地六道之前 肯定不允许他独自行动 但是经过天地六道的事情 知道了许多 虽然眼前这位是他弟弟 但是他也是修罗王 身上肯定拥有着很大的秘密 或许这个神之遗迹 和他有某种关系 必须得单独行动 正因为想到这些呀 所以聂云才没有阻拦他 既然人已经到齐了 神之遗迹现在开启 在开启之前 有几件事情我要说一下 二人正在交谈呢 一个声音缓缓响了起来 说话的正是万人山宗主将好 第一 神之遗迹开启之后 只能维持三个月时间 也就是说 三个月之内 你们无论走多远 都必须回来 否则就会被困死在里面 再无归来的可能 第二 一计中不禁止杀戮 任何人都可以斩杀 所以一切小心 第三 一计中得到的东西 我们一律不会索取 你们放心收走 想拿多少都行 有命拿回来就行 一共就这几件事情 最主要的是三个月内 必须出来 否则 就算是有再多的东西 都没用了 好了 现在 开启 伴随着江猴的喊声 四大宗主所在的位置 突出现了四道光芒 光芒好像是划破天空的利剑 借助混沌的力量 向面前的封印装了过去 伴随着一声轰鸣 一个巨大的裂缝出现在眼前 这个裂缝啊 足有一万米高啊 横跟在满是星球废墟的虚空之中 就好像是一个猙獰漆黑的大罪 要将所有人都给吞噬了 走 看到这个裂缝人群中突然一声爆吼啊 无数人影笔直向里面就冲了过去 宛如遮天蔽日图云 又好像是无数的蝗虫密密麻麻 看不清到底有多少人 哥哥 我先走了 耳边响起传音 聂云随即啊 就看到聂童 在人群之中闪了几下 彻底消失了 混入了大军之中 再也看不见踪迹了 咱们走 古修一声低呼 当先向前窜了出去 七元几个人也是紧随七后 几个人的身影在撕破残空 像是划出一道七个环女的西线 笔直向眼前巨大的裂缝就冲了进去 聂云当然不能马虎 也是紧跟其后啊 天行师天赋配合 凤凰之意施感出来 速度和古修几个人那是相差无几 眨眼功夫 就进入了眼前衰败的星空之音 一进入到这里 聂云顿时感到一股衰败之气 就如同酸液一样 对自己的灵魂肉身进行腐蚀 让人从内心深处感到绝望的无助 一阵阵惨糊在耳边响起 抬头一看 这才发现 前面冲过来的不少人 因为这股的气息的侵袭已经死了 这尸体就漂浮在空中 给这个衰败的星域再次增添了诡异的色彩 跟在我后面 一声低呼鼓销手掌向前这么一抓呀 一个类似雨伞状的东西 就出现了掌心 把这方圆数十里的地方给笼罩在内 被这东西一挡 外面的衰败之气啊 就被挡在外面了 九幽伞 和千叶屏障 相同级别的防御类宝物啊 看到雨散了 聂云点了点头 九天死后 他身上的千叶屏障 自然也被聂云给炼化了 只是一只没使用罢了 这个星域的衰败之气 虽然能对人产生攻击 但是比起乱风国的乱风 差的太多了 你别说是千叶屏障 随便一些手段 就能打住 这个九幽伞 和千叶屏障是一样的 也是一种混沌 古生命结下来的果实 是一种极强的防御法宝 在这个东西的抵挡之下 衰败之气 再也不能侵袭众人了 走 九幽伞打开了无数龟虚海的弟子 是进入范围 受到庇护 古霄的是一马当先 向裂风冲去 此时 其他宗门的人 也已经进来不少了 龟虚海的众人 当然不甘落后 哗啦啦啦啦 一介入裂风 叶云顿时 感到时空瞬间就变了 整个人就好像 进入了一个大墓之中 呼吸有点困难 这是一个破碎的世界 看起来比之前 在天地六道 见到的那个世界 更加诡异 四处都是破碎的东西 没有任何灵气 果然吸收不到灵气啊 丹天运转 聂云随即感到 像是被什么东西 给禁锢住 只能使用体内的力量 而无法吸收 外界力量进行补给 元气丹天运转 心中惊讶 脸上却没有表现出来 他一声低呼 元气丹天的是缓缓运转 片刻之后 聂云摇了摇头 他神色凝重起来 元气丹天在外界 能够感应 一个无穷无尽的力量之海 可是到了这儿 这种感应啊 居然消失了 仿佛根本就不存在一样 在这个神之一界 就好像混沌所有的法子 个瞬间都没用了 每个人都好像是 刚刚学步的孩童 只能依照他的规则行事 大家不要轻易动手 不然力量越消耗越多 到时候想回来就没有力气了 手掌一招 九油伞收回体内 古霄说了一句 众人全都同意 这个地方不但是不能吸收元气 对元气的消耗 也是外界的树碑 你在外界 凭借他们的实力 完全可以封锁全身的毛孔 让体内力量没有丝毫散意 可是在这儿啊 你做不到 就算你不动不飞 体内的先例同样会不停的消耗 难怪很多人即便没有遇到危险 他也活不到三个月 这种消耗没有足够底蕴和实力 那是不可能坚持住的 谁还不知道关于这里的事情 一并说出来 大家好提前有个防备 古霄黄顾一周问了 这里虽然不能吸收元气 但是我却听说了 有远古生命存活 这种生命冬眠的时候 没有丝毫能量损耗 只有裂缝开启 才会清醒过来 他们依靠吞噬前来试炼的人 作为能量补给 所以必须小心 我也听说了 而且好像还不是一种生命 有动物也有植物 咱们过来试炼 相当于给他们提供的食物 万一要是遇上了 尽量不要与之纠缠 马上逃走 我听说不光有这样的生命 还有一些上古法宝的气灵 也凝聚成形了 通过掠夺人类的灵魂 壮大自己 也要小心呢 听到古霄的话 其他人纷纷都说话 虽然这些人没来过这里 却都提前做了功课 对神之遗迹 知道不少 听到众人的话 念云神色凝重 这里虽然不适合人类生存 但是一些远古的生命 生命力极其坚强 在这里还是能够活下来 连这地方都能生存 足见他们的可怕 还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情吗 千万不要一漏 哪怕是传闻也好 咱们提前有个心理准备 不至于到时候手忙脚乱 听到众人所说的各种传闻 古霄几个人也是各个眉头皱起来 过了一会儿 一看没人再说话了 古霄继续问 从神之遗迹恐怖的生还率 就可以看出来 这里的恐怖了 他们来这里都是为了 获得更高的实力 拥有更高的成就 而不是过来送死的 在行动之前知道的消息越多 以后生还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我知道一个 不过和这里无关 而是其他三大宗门 万刃山石丘岭 断天涯对我们龟虚海虎视眈眈 恐怕会对我们动手 咱们要小心 想了一下聂云说 对于神之遗迹 他知道的不多 但是对三大宗门的举动 经历了秋天几个人的事 制造的不少 对于龟虚海弟子来说 他们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嗯 三大宗门联合我也听说了 他们一直想灭掉我们龟虚海 算是早就撕破脸皮了 过一会儿遇到三大宗门的人 尽可能杀戮 不让他们逃走 呵呵呵呵呵 杀我们 谁杀谁还不一定呢 你们别想逃了 古霄的话还没说完呢 突然一个猙獰的笑声响了起来 众人急忙一回头 随即就看到了数十个身影 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周围 把他们团团围在了中心 这数十个人 穿着三大宗门的衣服 一个个毛子冷如野兽 紧紧盯过来 像是盯着一群带彩的羔羊 羽竹走了 看到这群人为首的一位 古霄脸色难看 师兄 怎么了 这位羽竹 石丘岭的天才 一身修为已经达到两千七百七十道 战斗力更是可怕 虽不是大能转世 却也想差不多了 我曾经与其战斗过数次 只可惜 每次都不是对手 没想到 才进来就遇到他了 过一会儿 我拖住他 你们快走 古霄联盟传音了 拖住我 我说你配吗 我看今天你们 谁都别走了 你好像他听到了传音 人群中这个羽竹 大笑一声走了出来 念云这才看清容貌 身材高瘦是美女之间 带着凌厉之意 一看就知道 是一个杀法果爵之辈 轰隆隆隆隆隆 说话之中 羽竹大手一抓如同山岳 灵桶就落了下来 指尖射出细线 扎远功夫 众人好像是被一个巨大的罩子 给扣住了 空中凝固出一个巨大的阵法 万里惊天阵 难道真的逃不出去了 后退了几步 古霄手掌的是凌空一丝 气劲如同刀割 周围的通气是一阵扭曲 不过刚刚切开的缝隙 随即就被阵法给弥补了 好像从来没出现过一样 万里惊天阵 那是石阳宗主 炼制数百万年才成功的 绝杀这阵呢 陷入其中 就等于陷入了一个小世界 想逃 哪能逃得掉啊 无效 你们今天就乖乖等死吧 紧接着一个声音响起来了 又一个人影走了出来 这个人比宇竹更加雄壮高大 面容是扭曲 一身青灰色的衣服 是一举一动暗刻天道 带着惊人的气势和力量 沈瑶 古霄的面容那是更加难看了 这人是谁 这个沈瑶是段天涯的高手 和宇竹的实力相差无几 都是获得宗主级别强者传承的人 一身修为惊天斗地 如果只有羽主一个人的话 我们拼死敌当 或许还有机会 又出现一个沈瑶 这下糟了 古秋还没说话的 七元解释呢 他是一个好战之人 一听到战斗 眼睛就会变得火热 而此时却是眉毛皱起来了 整个人的脸色都变得极其难看 似乎还没战斗呢 就已经预知了结局了 咱们只要一起动手 击杀他们很难 逃走应该不难吧 见他这副样子 聂云说了 不难 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我们既然全力出手 你以为你还有机会逃走吗 别以为将秋天这些废物弄残了 你就很厉害了 我告诉你 在我眼里 你不过就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小人物而已 不值一提 雨竹听到聂云的疑惑 他哈哈一笑 眼中满是轻蔑 在他看来 就眼前这个聂云 不过就是得到什么其余的小人物 什么都算不上 想要捏死他 一根手指就可以了 不需要花费太大功夫 看来把秋天几个人弄死 已经遭到将好几个人的注意了 三大宗门的宗主 已经把宁云的容貌留给门下弟子了 要不然 此人也不可能一眼就把他认出来 月竹 这小子留给我 宗主给我留了命令 要将这小子的人头带回去 你千万不要和我争 至于古霄嘛 我就让给你了 沈妖是向前一步 身前的是风云雷动 这小子 我宗主也留下口讯了 必须击杀 这样吧 其他人你可以随便杀 这人留给我 我不会让他这么早死 先戏弄一阵子 再慢慢的把他弄死 要不然 秦涛的仇 怎么报啊 宇竹呢 也不示弱 手掌一挥 他拒绝了沈妖的建议 二人似乎根本就没把 古霄几个人放在眼里 在他们看来 众人已经成为他们的猎物了 再难逃脱 那好 戏弄的时候 让我也玩耍一下 对付这种剑骨头 我至少有一万多种方法 让他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沈妖是哈哈大叫 那好 那就这么定了 一看对方答应了 与竹眉毛一扬 他看向聂云 你 叫聂云对吗 混乱善的事情 虽然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宗主和我说了 你乖乖跪在我面前承认错误 然后把好东西都交出来 我可以考虑考虑 让你多活一段时间 话语之中向前走来 辉煌的气势是山越坠落 面对众人压下来了 实际是稍微差点 他立刻呼吸集聪 说不出话来 与竹 想对付聂云尸弟 就先从我尸体上 跨过去吧 一看对方的是 咄咄逼人的 说话难听 聂云正想过去 将其给击杀了 古霄一闪神 挡在面前 他的眉毛扬起 带着大义领蓝的味道 我先挡住他们 机缘 你带着聂云 想办法突围出去 逃得越远越好 千万 别给他们追上 放心吧 虽然我的实力不如他们 但是想杀掉我 还没这么容易 聂云正想说话呢 耳边传来古霄的传音了 古霄师兄 还是我来吧 你是我们这群人的领头人 你带大家走 才能保证安全 不然 就算躲过今天这件事 以后也难以逃脱呀 戏员向前一步 眼中带着决战 看到两个人都带着 坚毅之色呀 他来全部打算 不惜死亡 救下其他人 好了 两位的心就我领了 这两个家伙 既然来找我 我出手杀了就是 你们不要争了 聂云心中感动 他摇了摇头走上来了 进入神之一计 宗主级别强者 都无法把精神蔓延进来 此时他也不惧 把天心腾给掌揍出来 什么语诸神谣 好厉害 但是对于已经拥有 两千七百六十条大道的 天心腾来说 什么都不算 聂云 不要卢亡 一看他像雨珠 沈瑶还走过去了 五肖差点没活活吓死 全身不由自主 哆嗦起来 这可是两个大能 可是连他们都 无能为力的存在 怎么直接就冲过去了 简直这是找死的行为呀 想杀我 我说你是不是疯了 你自己有几斤几两 你不知道吗 还知道自己姓什么吗 不知死活的东西 简直太可笑了 我聂云的话语听在耳中 雨珠差点没活活叫死 不知死的鬼 知道雨珠师兄什么实力吗 就敢说这话 连古销都乖乖不敢作声呢 你在这装什么蒜头啊 你 我看这小子脑子坏了 隔止脑子坏了 简直这是没脑子 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 竟敢如此说大话 师兄 这个人既然如此傻 不如让我稀耍一下 对付这种弱智 我有很多手段 其他人也听到聂云的话 全都哈哈大笑 就好像看到了一个 不知死活的漂亮小丑 聂云 你回来 这人 我都不是对手 七元向前一步就要拉他回来 不过还没来到跟前的 就看到眼前的少年动手了 聂云身体幻影无量 眨眼功夫出现在羽竹面前 手掌扬起 向前就推了过去 他的掌心带着风雷之声 里出现电影闪雷鸣 把万里惊天阵给撕裂了 出现在羽竹的面前 不知死活的动力 羽竹没想到 他敢当先动手 脸色一尘一拳轰击而来 不过呢 他的拳头 还没来到聂云跟前呢 一个粗大的藤蔓 就不知道从何处蔓延过来 顺着他的手臂 把全身给缠绕起来 是什么 没想到 战斗的时候会突然出现这东西 雨中吓了一跳的瞳孔 一说是放声大吼 不过吼声没结束 这藤蔓顺着他张开的嘴巴 都钻进去了 藤蔓进入嘴巴了 这羽竹童这么一说想说话 他发觉自己怎么说不出话来呢 全身不停颤抖起来 体内 瞬间发出一连串嘴下 整个人 立刻就干瘪了 像是被吸收干净能量 整个人的是须发 揭摆呀 眼睛崩出鲜血 啪腾 腾慢一收 雨珠的尸体倒在地上 一旦彻底断绝呼吸了没了 死了 死了不能再死了 死透了 哼 就这点实力 也想杀我 没睡醒吧你 天心疼你输 聂云把眼睛看向 沈爻几个人 什么 他杀了雨珠 这 这怎么可能 沈爻几个人 难以置信 别说他们 就连古霄七元几个人 也是把眼睛都瞪大了 眼珠子快刺出来了 一招杀了雨珠 这 这 连续说了两个这字 古霄其他话说不出来了 刚才大怒聂云不知好歹 贸然冲过去 现在才知道啊 这个最年轻的核心弟子 实力比他还要可怕呢 哎呀 他说不是我的对手 我居然相信了 如果真要动手 我可能一招都接不住 就得死了 之前分明这是给我留面子 七元想起之前 要与对方比武 对方直接认输的情景了 可笑的他呀 局长还信以为真的 还信誓旦旦说了要照顾对方 我现在才知道 对方根本 就是在跟他说着玩的 就这种实力 随时可以秒杀他好几个 怎么会不是对手 这分明是给他留面子了 想到这儿 七元心中是一阵感动啊 天心疼 你居然有天心疼这种宝物 哼 这种宝物不是你这种人 有资格拥有的 你给我拿来吧 沈瑶先是很惊讶 随即他就认出来了 聂云钢材呀 插入雨竹 咽喉的藤脉 是什么东西来 他眼中露出了贪婪之色 天心疼你别说他呀 那可是即便是宗主级别强者 都要垂涎的东西呀 这是可遇而不可求 这会儿遇上了 哪能放过 直到天心疼得厉害了 沈瑶丝毫没有犹豫 灵通就抓过来 轰隆隆隆隆 这天空呢都被抓碎了 黄暴凶猛的力量 那是肆虐席卷而来 大地开裂 沈瑶的身后 那是星河旋转 手掌就像是撕破苍穹的巨手 是呼啸而下 一出手 就施展出了权力 两千几百七十条大道的使力 全部施展出来了 让他如同撕裂星河的巨人 给人无穷无尽的压力 很好 念云似乎早就知道他会动手 双臂这么一阵天心疼蔓延出 十五条疼蔓 就如同一根根粗大的手臂 对空中的手掌就迎了过去 刚刚吞噬雨竹 天心疼再次进步了一次 达到两千七百六十五条大道的使力 数条藤蔓蔓蔓延出来 仿佛数位如此级别的强者 同时进攻 联合起来的力量那是相当惊人 擦一下 沈瑶抓出的手掌 被集合而来的藤蔓 一下就给撕裂成碎片 严身而来的力量 让沈瑶什么延续后退好几步 沈瑶面中这么一沉 手掌又是一抓 一刀寒忙的是凌空劈下来了 发出乌业之声 仿佛空气都在滴血 惊天一刀 他的必杀绝技 空中的刀 把全身的力量凝聚 像是空中浮现出无数条巨龙 每一头都带着咆哮之声的是 撕扯空间 让天地都为一支颤道 权力之下的刀锋冲击之下 万里惊天阵开始出现情妇了 发出刺哑哑哑哑一声 随时都会崩塌 单从刀忙上来看 这招简直就是无可抵挡 即便是巅峰混沌神兵迎上去 都会被渗透而来的栖息给击伤 天心城 出 叶云向前一步 天心城呼啸的像锋利的刀忙就冲了过去 层层叠叠叉刹那之间 就变成了一个藤蔓的海洋 你看这刀忙虽然锋利 但是斩断一条藤蔓之后 又有另外一条藤蔓蔓延过来了 那可真是生生不息无情无尽 连续击破数万道藤蔓 障碍 这刀忙终于停下来了 抓住 刀忙消失了 聂云首长这么一支 藤蔓海洋立刻就把沈瑶给包括在内 密密麻麻的 裹得跟个棕子似的 看什么还不动手 被天心藤给包围了 沈瑶是一生长死 他可知道 一旦要是被藤蔓彻底给缠住了 不用说了这就等于死了 危机师哥什么也顾不上了 是 其他人这才反应过来 都蒙圈了 同时长孝是一起动手 这些人都是三大宗门的强者 同时出手了 力量瞬间汇聚成长者 那是浩浩荡荡冲着过来 联手也没用 天心藤最不怕的就是联手 一看众人的举动 聂云冷笑一生 手指这么一脸 藤蔓击射而出 就好像是章鱼一样 把所有攻击挡在外面 尖锐的藤蔓翼 跟跟插入对方的烟口 天心藤最不怕的就是围攻 人越多 他吸收的能量就越多 威力也就越大 一连串的升金围攻的数十人就全部编成干尸 怎么了倒在地上 不过 这一幕看在沈瑶眼里 这让他觉得快疯了 发疯的向外冲击 可是他发现 周围的藤蔓似乎比刚才更加强大 联合起来 那是铜墙铁壁 即便是他 无能为力 不吃 藤蔓插入他的咽喉力量 狂有 尸体倒在地上 瘦 身体一动 把天心藤全部收回来了 念云眼就放光了 这里没有灵气 不能吸收灵气 拥有天心藤 却是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 每击杀一个人 就能获取大量元气 杀的越多力量积累越浑厚 即便是不停的散意 都不用担心力量缺失的问题了 缺了就杀呗 快点走 动静太大 被其他人围上就麻烦了 把这些人掉落的东西是一扫而空 念云身体一晃 天心疼收入体内 转头就对古霄几个人喊了一句 走吧 古霄几个人也知道危险的 这几个只是三大宗门的一个小队伍 还不是最强者 真要是被围堵了坏 的确是难以逃了 当即不用多问 众人快速向前冲去 眨眼功夫离开原地了 数十个呼吸之后 众人出现在数万里外的地方 念云 你那个真是天心疼吗 停下来了 众人呢 都像看怪物一样看着念云 呃 知道再也隐瞒不住了 念云点了点头 厉害 难怪宗主让我跟着你 原来你有这种宝物 古霄兴奋的点了点头 天心疼属于上古混沌一种 就这种东西 可遇不可求 念云拥有这个首先就等于处于不败之地了 再不用害怕什么能量消耗过大 而无法补给了 念云看了一圈 发现众人虽然羡慕他 却没有 极度的目光 不由暗自啊 松了一口气 有时候不怕 敌人强大呀 合作伙伴从中作梗的话 敌人再弱 也会遇到不少麻烦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所以没有敌人的时候呢 必须把潜在的威胁给他剧掉 快看 那 那是什么 突然七元向前一指 顺着他的手指方向 怎么一看 之间的 这一道霞光积射而出 映照半天天空 红彤彤 啥是好看 应该是有保护出事了 已经有不少人发现了 快过去看看 古销脸色一正他联盟说了 这是宝物出事 激设出来的霞光 能有如此光芒 这件宝物的级别恐怕不低 小心一些 也有可能是陷阱 有了天心疼的经验了 聂云对宝物 并不是特别兴奋和热衷 而是露出警惕之意来 宝物得到手 虽然非常好 但是实力不够 你贸然冲过去 只会陷入被动 生死不由自己 不错 大家小心行事 古销点头了 紧跟在聂云身后 向着光芒的方向 是飞掠而去 众人正在前行 就听到一阵风鸣刺耳 眼前一道淡黄的悬风 是刀子一样 就吹了过来 岩石 在这一道悬风之中 那是碎成粉末 就算聂云几个人 进入其中 都感到身上的是 如同刀刺了 一阵阵鲜血 不停从铁表 蹦射出来 这是一记鬼风 不但能刺破皮肤 还能击穿骨髓 把人冻成汗兵 大家小心 感受到这一股子 薄叶风声带来的 刺骨喊 古霄是连忙喊了一句 一记鬼风 比混乱山的乱风 更加可怕 后者是迷幻精神 而这风啊 却是跟强者 打出的攻击一样 连肉身都能给你攻击了 是神之一记当中 最可怕的东西之一 知道这股鬼风的可怕 聂云是一生了客 一个巨大的屏障散开 把众人包裹在内 千叶屏障 动作快点 击杀秋天之后的千叶屏障 就落在他手里了 被彻底的给面化了 此时施展出了 把狂蜂全部挡在外面 一路前行 他们来到光芒升起之处 就看到无数古怪的身影 呼啸而来 是落在了 他们的前面 不过来 他们的模型 都会被船中心 我们就像个什么样 很大的困难 有点不错 有点不错